在今天中間全球現場我們要一起來看到是南韓出現了 年輕人打完BNT疫苗之後猝死的案例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把時間交給信義 韓聯社的報導南韓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 今天在會議上指出首都圈的疫情持續延燒 上個星期首都圈每一天平均新增一千兩百三十四例 確診的數字創下新高 而且首都圈的疫情有可能因為中秋假期 大量民眾移動而擴散到全南韓 19號到21號的中秋假期 將警告會成為決定疫情走向的一個分水嶺 呼籲民眾要積極配合防疫措施 但是韓聯社的另外一個報導指出 光州一名30多歲的男性 他沒有慢性疾病史 可是8月30號接種了第一劑輝瑞BNT疫苗之後 身體就出現異常副作用反應 他在接種隔天前往住處附近的綜合醫院求診 但是當時醫師並沒有發現比較特別的症狀 勸他回家休養 可是他也一直沒有好轉的跡象 二次求診他被送到大學附屬醫院之後 緊急送進的家戶病房 經過兩個星期治療之後突然死亡 死因被診斷是急性心肌梗塞 另外經濟道金普市也有一名二十幾歲的男性 接種第一劑輝瑞BNT疫苗之後出現頭痛等症狀 五天之後猝死 但是他的家屬坦承 他是從年幼的時候就患有慢性病史 雖然曾經按時到醫院治療 但是呢長大成人之後呢 因為沒有特別明顯的異常症狀 因此沒有被發現 目前南韓國立科學搜查研究院 也正在分析這兩名男子的死因 是不是和疫苗有關係 先前發生運送到日本的莫德納疫苗 出現異物的情況 經過調查還有三名日本民眾疑似 因為施打有異物的莫德納疫苗後死亡 東京新聞報導 事件恐怕涉及負責生產 那一個批次疫苗的西班牙工廠 二度出包的失誤 第一次是並沒有發現疫苗受到污染 還是把疫苗送到日本 第二次呢則是發現遭到疫苗污染之後呢 就沒有聯繫日本了 那麼就這個地方來看的話 在生產線的管理上 現在被質疑有不當的問題 根據日本方面的調查 至少有三批莫德納疫苗出現異物 那麼在發現之前呢 至少已經接種了50萬劑了 報導指出 如果西班牙方面主動聯繫的話 有可能會中斷疫苗施打的計畫 而針對疑似有三名男子接種 受到污染的疫苗之後死亡的案例 厚生勞動省的專家呢 他們指出和這個接種疫苗的因果關係呢 現在是沒有辦法評估的 但是呢厚生勞動省跟 負責在日本供應疫苗的 五田製藥他們的說法 說會出現疫苗內有異物的情況是 莫德納在歐洲的生產地 也就是西班牙製藥的工廠出現 異物污染 據瞭解工廠是在將膠塞 裝進疫苗容器小瓶子的過程當中 因為有兩個金屬部件跟生產線之間的連接不當 產生摩擦 而導致金屬片被裝進了疫苗的小瓶當中 而這些疫苗的生產日期並不明確也不清楚 在出包之後呢工廠就分了三個批次 將163000瓶的疫苗送到日本 西班牙工廠原本以為是玻璃瓶破裂 導致填裝過程出錯 那麼實際上就是因為日本當地發現了 疫苗有異物的情況 他們才趕緊進行確認 8月初就開始推動第三劑疫苗注射了以色列 現在說他們已經在著手準備第四劑的疫苗了 而且要確保在進行追加注射的時候 是有充足的疫苗可以打第四劑的 現在在以色列已經有大約280萬人 接種了第三劑疫苗 以色列衛生官員指出 疫苗的效力會在接種後五個月後開始減弱 因此需要持續加強注射 防疫小組也說 現在還不確定會在什麼時候開始接種第四劑的疫苗 但是希望不會是在半年之內 因為他們希望第三劑疫苗的效力可以持續維持更久的時間 以上是全球現場為您掌握最新狀況